好 今天晚上就是除夕一夜 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包红包的环节 但是要报多少钱呢 根据了民间行情 包给长辈组父母 父母或是公婆的话 起码都要3600元以上 而包给小孩子 则是依照年纪从600元开始逐年的增加 像是国小以下600到800 而要是国高中的话 最高可以包到3200元 但是民俗专家提醒了 包红包有几点要注意 像是只能包双数 钞票红包袋都是要用心的 但是年轻人觉得 其实有钱拿就好 不用太过在意 本来有想 为什么年终品的不好 真的比较少 经济不仅气 连红包也缩水了吗 实际调查一下 8000一万啊 一万都这样啊 一个人6000 6000多吧 包给父母 普遍都还是6000以上 一般红包行情 包给长辈 族父母外公外婆 父母公婆至少3600 六市吉祥数字 因此包6600也大有人在 但若是包给小朋友 小朋友看多小 600 1200 1000这样 比较熟的1000块 600块 大多600起跳 以年纪区分 国小以下600 800 国高中加码到1200至3200 大学上3600到6600都有 但若是亲戚朋友家的小孩 最少包200 小孩太多了 每个都生四五个 哪包我起 但民俗专家也提醒 包红包也有些禁忌 钞票红包袋得是新的 金额不能是单数 钱不能折 包给长辈要一年比一年多 而且要双手拿红包 也避免掉地上漏材 红包袋不能封口 只是这民俗说法 年轻人想法已不同 我也没关心 他这么忙 有包就不错了 我们家也在意多少钱而已 里面有赃钱就好 我还好 我觉得就都是 反正都要花掉啊 最后也是变别人的 红包加码参考用 还是要亮丽而为 心意最重要 借旅选文肖瑞山台报道 就会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